谅解一下使用python去操作我们这个PPT 下边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使用python 创文件 PPT 文件 那我们python去操作这个PPT呢 它需要借助我们的一个模块 使用python操作PPT 需要使用一个什么模块呢 需要使用python- PPTx 这个模块 那我们所以说呢 我们三方库 所以说我们第一步得去安装 安装 三方库就是 pip 因此 到 python-pvdx 下边我来安装一下 pip install python-pvdx 好 好这样安装完了以后呢 下边我们就去使用它 首先第一步要导入 import 我们这个 ptx 导入一下它 然后呢我们还要再去导入一下它里边的一个模块 不知道 pptx import 导入一下这个模块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创建我们这个PPT的 也就是我们这个幻灯片的话 第一步呢是去创建一下幻灯片对象 定一个变量 定一个变量 比如说pies 但没有这个pies 创建这个对象 创建完了对象以后呢 接下来是选择模块添加一页 添加一页我们这个幻灯片 teto teto 定一个编略接受一下 teto slide layout 咱们用我们这个什么呢 咱们用我们这个 pies 点上 这里边有对应的这个属性 就slide 然后先layouts 别人的 零下标 好 这样子呢 我们这个模板的一页就完事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去给它添列进去 这是一个标题 接下来我们给它添列进去 slide 通过我们press 这个有一个方法叫add OK把什么传过来了 把我们上面定义好的这个变量 都是这个 数据这个传到这里边来 好这个就是选择模板添加一页 就添加完了 然后接下来来获取一下我们这个标题栏和副标题栏 那这个标题栏呢 不标题栏 那这个标题栏呢 我们用title来标识 title 表示我们这个标题栏 也就是 slide.shape 这里边有一个属性点上 我这个标题栏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副标题栏 sub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这个 slide 点上这个placeholders 然后变成一个 下标 一下标 是我们这个 然后接下来就是编辑我们这个标题和副标题 副标题 副标题 然后来写一下 比如说 title.tft tabst 然后我们来写上内容 比如说来写上一个 welcome to Person 这是标题 然后接下来副标题 subtitle.tft 等于什么呢 等于什么 比如说来写上一个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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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酷度 我用past 我用past 对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标题呢都已经写好了 标题写好了以后呢 下边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去保存一下就可以了 来接下来就是保存换装片 保存换装片 直接通过我们这个编量调用一下cppt 好像我们定义的这个就是prs s.c5 来比如说7个名字 名字叫test.ptx 就直接保存了直接保存到我们当前这个页面里边目前呢这里边是没有这个文件的 下边我来运行一下 运行 运行 他没有这个addslide这样的一个属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addslide 这里边的话去看一下addslide 这里边少了一个什么呢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属性 它是prs里边有一个slides 这里边这里边是这个属性 刚才可能漏起来再运行一下 关键这里边就多了一个test.ppds 直接运行一下 我们这样的一个宽端片 那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内容呢就给他写进来了 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 那可以去这个官网上面去查看更多的一个实现的一个逻辑 比如说天天一些段落呀 查出一些图片啊等等 更多资源请关注python专栏微信公众号 请扫描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资料